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 刘大哥每天只卤制200千克左右的牛大骨 这是可以确保一天正好卖完的量 选用牛后腿的颈骨和骨骨部位 其中含有丰富的牛骨髓 是卤牛大骨美味的关键所在 可是难题也来了 如何能在长时间烹煮过程中 保证牛骨髓不会从牛大骨中脱落呢 这可让刘大哥费了番心思 他最后琢磨出了什么好办法呢 哥 我们直接就从冷酷取出来的骨头上机械 对 必须整成 取完了以后这个骨水煮的时候不容易出来 所以必须要动得去 明白了 就是为了把骨髓更好地保留在骨头里头 所以你一定要温柔地煮 明白了 必须是清来清放 刘大哥发现冷冻后的牛骨髓处于凝固状态 此时能与牛大骨紧密贴合 这个时候将整根牛大骨分切成两段 可以大大减少在后期烹煮的时候 牛骨髓脱落的概率 分切好牛大骨 刘大哥拿出酸菜 说是要用来为牛大骨解腻 可奇怪的是 他并不是用酸菜与牛大骨一同炖煮 而是直接将酸菜打碎 做成了酸菜糊 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来点盐 胡椒粉 酱油 调点颜色 我们要大火把它烧开 然后再调成小火 要煮一个半小时 把多余的水分把它煮干了 酸菜酱出来才特别好吃 好了 盛出了 闻起来就特别地开胃 到时候是不是直接拿那个牛大骨站着吃 这个不光站着吃 还有其他妙用 酸菜酱熬好后 呈现出独特的开胃鲜香 但是刘大哥说 想要牛大骨变得美味 鲁制环节才最为关键 那么刘大哥的独家鲁制秘籍是什么呢 直接这样的鲜牛骨下锅 对对对 可是像牛羊肉这种东西 不是抽一下水去去血沫 它味道会更好吗 这个管节在哪了 管节是这个牛骨头 牛骨髓 对 这个牛骨髓 只要是把它掐开来 就不能来回老是倒汤过来 倒汤过来 又要穿水又要煮上 又给脑袋里喝 里边就没了 它这个骨髓不容易保留住 这个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不懂这个 这一锅是什么糖的呀 它香味这么浓 这是老糖 上面有一层很厚的油 就是那个油等于 类似于锅盖 冰冻的牛大骨 不焯水 冷汤下锅 炖煮时尽量少翻动 可以避免牛骨髓脱落 待开锅后 撇去浮沫 便可以加入油小茴香 罗汉果 凉姜等调料组成的卤料包 刘大哥说 除此之外 他还要将一种 卤至牛大骨 必不可少的重要调料 直接放入到牛骨汤中 那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生姜制干了之后 过去我们在地方不重 烙回血浇来之后 把它烙给了好重 放在牛头头上 它容易抽味 第二天烙的时候 把它另烙出来 然后下次煮还可以放 能二次利用的呀 二次利用 先将晾干 得到干姜 将干姜加入卤汤中 其散味的过程非常持久 因而珍稀调料的顾洋人 在每次卤制完成后 还会将干姜捞出 留着下次使用 接着往老汤中 再下入干辣椒 葱段 料酒 生抽 老抽和盐继续卤制 还有这碗酸菜酱是加进来吗 你把那个给我放那 这个不能用姜放 这怎么了 使不得是吗 不能不能 早等一早点 我早给你打进去 让这个牛骨头煮上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把火拐了 拐了就在海里面 请泡的 怪不得我吃的时候那么入味 原来是泡出来的 不完全是卤 是了 是了 我明白了 一定要泡到 捞出卤料包 炖煮后的牛大骨 还要留在卤汁中浸泡一夜 让牛大骨持续入味 第二天 牛大骨的味道和口感 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这时候就可以售卖给顾客了 那么之前制作好的酸菜酱 到底要如何用来解腻呢 我总有它一流两块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酸菜酱的秘密 然后我给你整上一口 浇到骨髓里边 这一下就真相大白了 而且我也知道 您为什么不给它做成酱 而不是做成那种块状 那种有颗粒感的了 它有解腻 还有不影响牛骨髓 原来的那种味道 干杯 酸爽开胃的酸菜酱 让牛骨髓保留原本油润口感的同时 又变得香而不腻 软糯糯的骨边肉入口即化 满口流香 别出心裁烹制牛大骨的刘大哥 变着法的想让更多游客 通过卤牛大骨爱上自己的家乡 贵啊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